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收看我的频道 今天我们会继续分享一下 酥葡萄我们怎么去繁殖 除了我们使用盒子 鱼苗 然后长大之后我们加鞋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直接使用另外一个方法 让我们有更多的酥葡萄 然后可以缩短这个生长的时间 OK今天分享一下 像我们看到这边 就是大概两个礼拜前我进行假接 然后这边是根接枝条 然后我们的问题要怎么解决 我们的问题就是 这个酥葡萄是没办法高压长根的 所以我们是会给它找根来 我们要怎么找我就会从底下 就是挖出然后拿出一些根 然后加接到这条上面 OK像这边我已经加接了十多天 OK然后其中的好多方式方法 这个是根接枝条的方法是最优先的 OK最有好处的 所以我今天决定再另外进行 然后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首先今天我把根接枝条 就是我会顺便把这个高压 把这个部分 这个高压也大概一个多月的时间 而今天我就是决定把这个打开 第一个是观察了 状况 第二个是观察了 第二个我就是会 如果发现还没长根的 我就是会把这个进行 就是根 这样接枝条了 这样子 OK今天我这个的话我要打开了 我要这样刺开 我要观察看 他的这个做法 有没有长根的 这个做法 好ok我们看 这个的话 这个的话 我们看这边的话都还没长根 所以我就是 今天我的做法就是我会找根 然后进行价格在上面 然后这边的话我烧 这个的话我先让它重新 密合起来了 好 然后我们看 像这个之前进行 加剂我会 减少一些 椰子的部分 好 OK 现在我们会 找根 然后会 加剂到这个地方来 OK 找根的话 我再 要在这下面的 去爬了 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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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我们是要一点一点来的 我们看,我有看到根,所以我再找一个主根,看在什么地方 我再找一个主根,我再找一个主根 我们看 我再找一个主根,我再找一个主根 我再找一个主根 我们看到,这边我有看到一个主根在这里 OK 当然只有主根,我们也要小心不要捡得太狠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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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2 3 4 4 5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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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埋下来 因为我们斩了一个它也不会死 所以我就是现在会把这根加接到上面 OK 我会加接到几个地方 第一个是 等一下 我们看 这样多好 然后我这边会 我看这个的话 我先把一些根进行处理 这样子 然后我们看 这端的话 我们就是会分几个枝条 这一个 待会我会使用到小部分 然后像长比较大的 这个根 一个是我会包在上面 这里 一个是下面 ok 这里吧 一个我会包在这边 一个我会包在这边 中文字幕里面 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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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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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現在我們是會把根 這樣接 這樣子 OK 我們是會這樣擺著,然後我們會包起來 好,這裡是配土會包起來 OK 我在 我現在,就是目前的話,我會做幾個了 這個,我以後會接在這裡 然後 這上面我也會做一個了 我們看 這裡嘛,OK 我會再做另外一個遮條在上面 我看一下,大概會 插在什麼地方 我們 我們的家家方式也是 跟 平時家家枝條一樣 我們這只是 這個方法是使用代替 魚苗 因為魚苗的話,我們還是花很長時間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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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然后另外一个小根 我是 我看一下啊 应该是在这个地方好了 虽然这个地方我已经 做了 可是我现在 在有一个 OK这里 这里嘛 然后这边 再往下面 OK 我上面啊 我看到这里这里OK 这边我再做一节了 我现在先摆这样子 然后待会我会把这个胚土包在 做成一个像这个的高压 OK 这样子 我先处理这个了 我们看这个范围比较小了 然后我们看比较长的根 我就 再剪短一点 OK 现在我会切 箱子 现在我就是使用 然后 你弄太 然后 这边呢,我已经准备了胚土 我现在就是 OK,我们稍等一下 我这个包有点大 我再弄比较小一点 我们稍等一下 因为我们这个家鸡的部分 都是不能有水 所以我们这个先包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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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等一下 这个地方 比较近 比较近